狗狗疯狂咬自己的后腿 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在尝到血腥味后 甚至咬得更凶了 主人说他这样已经持续了一年 前一秒还是岁月静好 下一秒就开始折磨自己 狗狗的后腿伤痕累累 有一次咬太过频繁 甚至没有时间愈合 这让主人害怕的同时 也心疼不已 主人端出一碗狗粮 希望能转移狗狗的注意力 可没想到 主人彻底没辙了 只好温柔地拍拍他的头 那他为啥只咬自己后腿呢 难道后腿有问题吗 主人把狗狗带到宠物医院 经过全面的检查 医生说他没有任何毛病 之所以做出奇怪的举动 很可能是心理层面的原因 这是他表达恐惧和紧张的方式 节目组只好请来宠物专家帮忙 通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专家发现了一个规律 狗狗独自待坐时 就不会有任何异常举动 可当男主人带着雨伞出现 他就开始撕咬自己的后腿 女儿拿着萝卜逗他玩 也会出现一样的情况 专家心里顿时有了答案 原来只要有人拿着东西靠近 狗狗就会开启狂躁模式 把靠近他的东西移开 狗狗才会恢复平静 主人突然回想起来 狗狗曾遭受过前主人的虐待 他亲眼目睹狗狗被打得昏死过去 往事浮现在心头 主人情不自禁流下眼泪 专家也解释说 狗狗可能是害怕别人拿东西打他 因为他之前遭受过虐待 导致看到别人一拿起东西 就会勾起他痛苦的回忆 只好通过伤害自己来发泄压力 为了验证专家的猜测 当节目组举起摄像机对准狗狗 专家决定用芳香疗法 来缓解狗狗的焦虑 他把朋友香水的纸巾扔在地上 狗狗坐上前闻了闻 立马浑身贪软躺在地上 看得出来他很识享受 接着专家把香水滴到绷带上 把他缠绕在狗狗的后腿上 再拿着摄像机缓缓靠近 狗狗发出愤怒的踢后 就在大家以为治疗失败时 奇迹出现了 狗狗闻了闻香喷喷的大腿 终于还是没忍心下口 经过反复的训练 狗狗终于改掉摇腿的习惯 对于狗狗来说 主人就是他的全部 就连主人对他的伤害 狗狗也无条件接纳和包容 希望大家都能善待身边的毛孩子 而下面这个男人 对着屏幕里的狗痛哭流涕 究竟怎么回事呢